這一章開始我們要講一個 跟上一章很直接相關的問題 Title 叫 Demand Curves 就是需求線 我記得開學的時候有調查過 絕大多數這位同學是有修過大一經濟學的 或是就算你們修過大一經濟學 高中的這個公民課也應該知道什麼是需求 看過需求線什麼之類的都有個概念 但是這也是差不多大一程度會學到的東西 可是大二的時候我們要從我們上禮拜講的 這個utility的角度重新建構什麼是需求 什麼是需求線 所以為什麼需求線是複寫率的 那從這個utility maximization的角度 我們怎麼推導到這件事情 那這其實都是可以被算出來的 那我們怎麼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這一章的重點 OK 所以 這就是我剛剛說的 那有了individual的demand curve之後 怎麼推導到aggregate的demand curve 其實應該反而就簡單了 因為那個是大一就交過的內容 OK 然後還有一些延伸的東西 OK 好 那我們就先來定義一下這個個人的這個demand function 那什麼是demand function呢 它是告訴它是一個就是 既然是function嘛 是一個函數嘛 對不對 需求函數它就是 它是 它的這個y值或是這個函數的輸出值呢 就是quantity demanded 就是需求量 OK 那它的輸入值呢 就是這個價格 然後income 就是所得 還有這個preferences 就是你的偏好 所以就是說 你告知我你的偏好是什麼 然後現在的這個 對不起我忘記講 就是我們一樣活在這個 只有xy才兩種才獲的世界裡面 我們大部分 這整學期的課我們都只假設 只有兩種東西 一種叫x一種叫y 這是簡化 模型簡化 OK 那所以我們知道兩種價格 px跟py OK 事實上我們甚至 假設只有兩種價格的話 因為價格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嘛 我們甚至可以某種程度的 只需要知道px除以py OK 那 反正我們有px有py 再有income 然後再有你的preference 就是上週跟上上週講的這個 如果圖像化的表達就是這個indifference curve 這幾件東西都知道之後 我要告訴你 這個function就會告訴你說 這個人 他的quantity of x 的demand data是多少 他對x的需求量是多少 各位記得需求量跟需求的不同嗎 這是大一經濟學的內容 需求量是一個定量 一個數字 是指說給定我剛剛這些東西之後 我要 我想要買多少 這是一個數字 需求是一個關係 需求是說 x跟 就是q跟p的一個關係 正常來說是個複寫率關係 但可能也會有例外 但總之 他是在描述這個關係叫做需求 好 所以 這邊他舉個例子說 他還是用soda這個case來舉例 就是說 你會喝多少soda呢 決定於soda多貴 然後 還有其他相關的東西的食物多貴 你的income 還有你的preference OK 那 注意這邊有一個小小的細節 就是 我把preference在這邊 是用一個這個分號 放進這個函數裡面的 這在 就是一般我們習慣寫的這種函數的notation裡面 通常就代表說 後面這東西不是我真正在變動的東西 那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基本上假設 preference remain the same 我們討論同一個人的時候 我們討論各種變化 我們假設這個人的偏好 不會隨著時間改變 但不同人當然可以有不同的偏好 但同一個人他的偏好不會隨時間改變 這也是一個簡化的假設 讓我們處理問題很好 很好的處理 不然什麼東西都同時 一堆東西都同時在動很麻煩 我們就讓一個東西 最麻煩的東西preference 他是穩定的 我們變動其他三樣東西 其他三樣東西 就是px py跟i這樣子 ok 好 那我們先考慮最簡單的變化 就是這個i的變化 那考慮i的變化之前呢 我們先考慮一個簡單的狀況 簡言之 假設你想像一下這個狀況 就是假設你明天早上起床 然後打開電視 或打開手機 突然發現你的銀行存款變成兩倍了 ok 然後你的打工的收入 也變成兩倍了 你就覺得哇好棒對不對 那就你再仔細一看 發現是所有人的打工收入都變兩倍 世界上台灣所有人的這個薪水都變兩倍 他的資產也都變成兩倍了 然後你出去外面看 所有的飲料啊 食物啊 所有東西的價格也全部都成二 ok 那請問 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後 你會做 假設這是scenario1 scenario2是 明天早上起來 你發現跟本來都一模一樣 這兩個scenario之下 你的行為會有什麼樣的改變 好先問 覺得有改變的舉手 覺得不會改變行為的舉手 好 那 就同學你好 為什麼不會改變行為 因為代表物價跟你的收入比例是一樣的 ok 對基本上概念就是這樣 ok 因為實際上 真正在設施上價格真正 之所以重要 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不是一個絕對的概念 這個在總體經濟學當中 會被稱為所謂的real real price 跟nominal price 就是明目的價格跟實際的價格 這個可能抽象了一點 我舉一個更明確的例子 大家有沒有聽過什麼叫做PPP指數 有聽過PP指數嗎 舉手 那有聽過大麥克指數嗎 大麥克指數有聽過 好 比較多人點頭 大麥克指數呢 大家沒聽過也聽我講一下 大麥克指數是一個經濟學人 美國的一個 英國的經濟學人雜誌呢 他發明的一個index 一個指數 這個指數呢 其實算法非常簡單 就你想像說 假設我要算這個 美國跟台灣比這個index 他就是說 我們假設大麥克的價值是一模一樣的 所以台灣一個大麥克可能賣 現在72塊 你知道這麼明確的數字喔 可見很常吃 好 那在美國 這應該沒人知道吧 我也猜的數字啊 可能是可能3塊 OK 那我就可以 所以假設我認為他這個東西 其實是一模一樣的東西 那為什麼 美國3塊現在匯率是28點多 所以乘起來是 算3塊太少了 算個4塊好了 4塊這樣乘起來是差不多 100多一點 110幾 那為什麼美國同樣一個漢堡 當然有人說台灣人會縮水啦 但這不重要 假設一模一樣 美國那個大麥克也賣112 為什麼台灣賣72 這中間的差距是什麼 我們就認為他是物價的差距 那我們就把這個112除以這個72 就得到一個數字 1點多嘛對不對 這個1點多就是台灣的 你看哪裡是基準啊 這現在是以美國為基準的話 那應該反過來除就是72除以112 0點幾這個數字 就是台灣的這個大麥克指數 那我們就可以這樣 以這個基準去算出來說 那我們相對於可能 日本的大麥克一個可能賣多少日圓 你再把它換算一下 然後用匯率換算一下再除回去 你就可以知道說 各地的這個物價大概差距是多少 概念上類似像這樣子 那為什麼要算這些東西 就是因為我們物價值物價這東西 唯一重要的是至少在國內 唯一重要的是這個相對的數字 所以假設你的薪水成兩倍 這樣你好像錢變多了 可是世界上的東西都變兩倍貴 那你什麼也都沒賺到 那像這樣我們在這個簡單的模型裡面 它意思是說你的px變成兩倍 py也變成兩倍 i也變成兩倍 那這個function呢 它會輸出一樣的值 所以就是demand of x 這個px py 然後i 會等於demand of x 然後所有數字都成兩倍 兩倍兩倍這樣 我懶得寫了 就兩倍的px 兩倍py 兩倍的i這樣 ok 那這個呢 在數學上的性質 就叫做 那個homogeneous 或是更明確的名詞 是homogeneous of degree degree zero 這應該現現代數有教吧 應該是吧 我記得是現代數有教 好不管了 好 那 所以 這邊舉例就是 那其實另外一個角度 更簡單的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之前有講到一個 叫預算限制式 對不對 預算限制式 最簡單的case 我都習慣寫成這樣 就是px乘以x py乘以y 等於i 你在做極大化的時候 一定要滿足這個式子 對吧 就是你要花完你所有的錢 那如果今天把px乘2 py乘2 pi乘2 是不是只是變成了這個式子 可是這個式子 你一看就知道 你222可以消掉 對吧 因為是一個線性的式子 OK 所以 這也是為什麼 demand function有這個homogeneous degree one 那為什麼我們要講這個 這就告訴我們說 我們不會同時 把所有東西都成2倍 我們通常是考慮一個變動的時候 假設其他兩個東西不動 這樣才會有相對的變動 才會看出一些端倪出來 OK 那所以我們第一個講的東西 就是這個change in income income就是這個i 就是物價不動 pxpy不動 i變成變多或變少 那會產生什麼效果 那我們現在都考慮變多啦 比較簡單一點 這邊考慮是income increase的狀況 好 那事實上呢 那如果你 經濟學沒有 大一經濟學沒有 全部還給教你的老師的話 你應該要記得說 income上升 不是那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你可能直覺會覺得說 income上升 那我就是 我對這個x 我就多買一點嘛 對吧 income上升我多買一點 好像很合理對不對 可是這個東西 漏考慮一件事情 這是絕大多數的狀況 那絕大多數這種 隨著income上升 你就會買更多的東西 叫做normal good 正常財 那 如果反過來 隨著你的income上升 你反而消費比較少 它就叫inferial good 或是叫劣等財 正常財跟劣等財 正常財跟劣等財 這是定義了 OK 那 就是簡單的例子 就像是 比如說泡麵 你最近這一個禮拜內吃過泡麵的舉手 OK好 那高中的時候會吃泡麵的舉手 所以現在你看 顯然高中的時候吃泡麵的人 就比上週吃泡麵的人多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以合理的推估 就是說大家是到了大學之後 income上升了 可是income上升之後呢 你沒有吃更多的泡麵 你反而吃了更少的泡麵 對吧 那這個效果就是 這代表泡麵是一個列等財 當然記住 這個是個什麼東西是列等財 它不是一個universal的事情 它是一個preference造成的 所以剛剛這位同學也不是說 假設他吃更多泡麵 也不代表說 他的income市場是下降的 也可能是 他somehow就特別熱愛吃泡麵 所以對他來說 泡麵不是列等財 所以我們要記住 定義列等財是定義在這個人的偏好上面 你有某種偏好 你的偏好我們知道 當income上升的時候 你會少消費某個東西 那那個東西在你的偏好裡面 就被定義為所謂列等財 然後列等財甚至它不是一個 不是一個global的definition 它是一個相對local的概念 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想像 假設你的income從 每個月1000塊 漲到這個1200塊 兩個狀況下你都怎樣 都很窮 對吧 那都很窮的狀況下 你可能 的確 1000到1200的時候 你會多吃泡麵 因為你還是很窮 你還是得吃泡麵 只是那現在 既然薪水上漲了一些些 我就會多吃一些泡麵 可是當你從1200漲到12000的時候 你可能就 吃比較少泡麵 所以隨著你的income增長 也不是你一路income往上升 你一路的減少這個消費 才叫列等財 可能是在某一段是增加 在這一段他是正常財 到下一段他會變獵人財了 OK 這樣有懂我意思嗎 所以不是那麼簡單 大家要多思考一下 好 那如果我們 看正常財的這個圖形畫起來會是什麼樣子呢 正常財就是你一般 你隨便手畫的話 很容易就畫出來這個狀況 現在這個意思就是說 本來我的income是第一種狀況 i1這個狀況 i等於i1 這是第一種狀況 i等於i1的時候呢 我推這個indifference curve 推推推 推到最外面是這個u1 所以我 極大化的點在這個x1y1 這都上禮拜的內容嗎 對不對 上禮拜教這東西嗎 所以我極大化的點就在x1y1 那如果我今天i1變成了i2呢 就是 i1變i2這個線會平行的往外移 這件事情 看了 知道為什麼吧 知道為什麼吧 i是個 是個 常數嘛 對吧 ax加by等於c 等於是那個c嘛 所以c指控制線的位置 沒有控制斜率嘛 所以 i增加了 它可以消費的點變多 是平行的往外移 所以到這個i2 到i2呢 我就maximize 在u2這條indifference curve上 那它是在這個x2y2這個點 然後呢 以死而退到第三個狀況 i3的狀況 就是maximize在這個x3y3這個點 那你觀察的就是 x隨著這個 那個叫什麼 就是 隨著 隨著 income上升 它一路增加 y也隨著income上升 一路增加 所以我們知道在這裡 xy都是正常財 那如果是inferial goods 畫起來是長什麼樣子呢 它畫起來可能是類似像這樣子 我們現在假設這是 這個z財跟y財 它故意要跟剛剛選不一樣的 那個 英文字母 在這個i1這個case之下呢 我消費在z1y1 一樣是推這個V曲線 ok 但在這個z2的case下呢 我消費 對不起 在i2的狀況之下呢 我消費在這個z2y2 然後在這個 第三種狀況 i3的狀況下 我消費在z3y3 那你就發現 z1到z2其實z減少了 z2到第三z2減少了 y1到y2 y是增加的 y2到y3 y還是增加的 所以在這邊 這邊這個title講的 這個an inferior good 指的是這個z x它還是一個normal good 對不起不是x啦 y 那這裡其實這個線畫的有點不太好 就是 因為你現在這個看起來 這個像是等一下就要跟它相交了 對不對 那我們知道indifference curve 不可以相交 所以這其實畫的應該要更 就是平坦一點 這裡這個黑色的要畫的更 也是更平坦一點 那這次確實有可能發生的事情 我可以 那個 我可以 就是做一組數字出來 就是一組偏好 一組數字出來 你就可以觀察到這個現象 所以inferior good 就像這樣 就是你隨著 income上升 你反而越消費越少 就是inferior good 就是inferior good 就是inferior good 好 好 那 這邊 延伸一個小問題 我 如果 怎麼問呢 好 這個大家討論一下好了 就一樣 自己先想一分鐘 然後 一分鐘之後 我開放大家討論 我要怎麼在這個平面上 創造出一個例子出來 它 兩個軸都是列等材 都是inferior good 如果創造不出來的話 是為什麼創造不出來的 想一分鐘 然後我們 再一分鐘討論 我們可以做主要的 一分鐘 這個問題 是 那是 一分鐘 有 有 有 沒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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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那现在跟同学讨论一下吧 跟旁边的同学讨论一下吧 拜托讨论的时候 找个人讨论好不好 拜托 不要自己一个人想 真的讨论对你们是有帮助的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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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看来大家应该讨论差不多了 那边视野比较差我比较难抽到 就你们前面两个 两个人好了 对就你们 你们想的方法是 首先需求取消 但你先回答答案是 可能还是不可能 不可能 好 为什么不可能 就是首先是 如果两个时候跌了在的情况 就是等于是你的收入月房你的需求两月 嗯 可是我讲的话 你变成说 你把客人的那个曲线 或是像右上方写的 跟那个 就是跟正常的情况下 都差不多 就是等于是 往右下方写的那个曲线 就是不太用的 就是不太用的 无意曲线不会变啊 我还是 但是 当然 你是要创造一组无意曲线 让它 达成啦 但是 嗯 就这个无意曲线 正常的情况下 不会出现 OK 我就是要问说 你怎么样论证说 它正常的情况下 不会出现 就是 就是 如果跟这个 就是 如果那个 就是一个 人的需求曲线 需求曲线都是 六份 裹上到右下降线过来 可是 就是 如果真的要话说 那种 就是两个业人才 他的一个 需求曲线 从裹下到右上降 因为价格越高 买得越多 价格越低 买得越少 啊 好 这有点 大致上 逻辑是对的啦 只是有点 扯到 等于你是说 A可以推到B 然后B再推到C C是错的 所以反推 A是错的 这样子 那 我讲一个更简单的论证 就说 假设 我们先从一个 列人才状况开始考虑 就是这个 Z才是列人才 那 因为Z才是列人才 当Income上升的时候 我的手上的钱 就变多了 对不对 那我 Z就 Z我买比较少 这件事情 已经确定了 好 Z买比较少 是不是 那 可是Z的价格没有变 对吧 那Z的价格 既然没有变 Z的价格乘上 他买的量 一个比较小的量 代表 这是他在Z上面花的钱 是不是一定比较少 对吧 那另外一个 我之前有讲过的 是说 你一定要把钱花完 对吧 除非你是 Bad Good 就是坏财 不然你一定要把钱花完 Inferior Good Inferior Good 不是Bad 他是 他是 就是 他还是你喜欢的东西 你还是消费他 Bad的你就根本不消费了 差别是什么 泡面是Inferior Good 當然不是Bad 垃圾就是Bad 你根本不想要 这两个还是有差别的 这两个还是有差别的 OK 好 那 你在Z上面花的钱 已经比较少 可是你的收入增加了 你在Z上面花的钱比较少 你又得把钱花完 那请问你的钱是花到哪里去了 买另外一个东西 对吧 那你买另外一个东西 它的价格又没有变 代表你买那个东西是变 你花在那个东西上面的钱变多了 价格没有变 所以你买的个数是变 变多嘛 对不对 很简单的道理吧 所以 另外一个东西一定随着你的income 上升 你消费更多 所以不可能两个都是列人财 这样懂吗 很简单的论证 经济学在做这些推导的时候 大致上都是这个层级的论证 讲破了很简单 但你需要自己动脑想过 我刚刚讲这些东西 如果你现在没有当下听懂 或是你觉得听懂 可是你好像 不是很确定 回去最好重看一下录影 重新自己想一下 凭空想一下 像这种推导是这堂课 我最希望你们学到的东西 好吗 好 那讲完income了 下面就是讲这个价格的变动 OK 那我们这边就假设都是x的价格在变动 所以我们就说 当某一个价格这个px上升或是px下降 那请问发生什么事情 OK 好 这个呢 为什么我摆在后面讲 是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比较复杂 OK 比较复杂的原因也别那么难懂 你想想看 那我们当初在讲这个utility maximization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 第一个条件要钱花完 预算件事要满足 第二个条件就是说这个price ratio要等于mrs 当然我课本上大致上说这个一件 我说这只是通则并不是真的 它只是一个大部分的状况并不是真正的通则 不是所有的case都适用的 但基本上我们是希望看这个px除py 跟这个mrs的关系 所以我在乎的是这个相对价格 我在乎的是mrs 也就是偏好 他偏好是给定的嘛 我这边只动px py或是i 那你看i在这里没有出现 i根本就没有出现 所以i其实在这个utility maximization的过程当中 一直都是比较小的一个角色 他就是一个常数 就相对比较小的一个角色 可当我牵扯到px的变动的时候 故事就变得比较复杂 那他总共会有两个效果 一个叫substitution effect substitution effect是说 ok 当我一个东西变贵了 我就买少一点这个东西 买多一点另外一个东西 这是很自然的一个反应 叫substitution effect 对吧 但其实还有另外一个效果 叫income effect 就是当px变贵了px上升了 事实上你这个人也等于是变穷了 ok 假设这样太抽象你想一下 昨天凌晨不是刚发表那个iPhone 12吗 假设你的手机这个 你是这个果粉这样 然后你一定要买苹果手机 然后你手机现在又坏了 你马上就得买下面这支手机 ok 然后假设你一年的收入 就是你出去外面打工啊 或你爸妈给你的钱啊 什么加一加 算你个30万好了 你就只有30万一年收入 那苹果现在是说一支手机是2万多块钱 假设随便其中一支 2万多块钱 假设其他东西都没有变 其他东西的价格都没变 苹果这支手机变成了4万多块钱 那你又得买 你的需求不太变 那你就是要多花多少 2万多块钱 那这个2万块钱 是不是多花这2万块钱 是不是就让你一年的收入少了2万块钱 你就是实质上变穷了嘛 另外一个很简单的概念就是 大家听过 这件事情可能发生在你们 你们你们你们 八九岁的时候 就有一件事情叫油电双涨 听过吗 就是油在马政府时代 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让油价电价同时涨上来 那油跟电都是日常我们生活中常用到的东西 油的话开车嘛 ok 或是一般很多工业都用石油 小摊 小摊 有用瓦斯器 也是石油的这个 石油工业的产物 那电的话更是说 你现在也正在用电 我们也正在用电 大家都要得用电 对不对 这两个东西 是你平常消费量很固定的 当它价格上涨的时候 对所有人来说 感觉就是变穷了 ok 所以会有这两个效果 那这两个效果 有时候是对抗的 有时候是同个方向的 状况是不一样的 那我们接下来看到这个 我们实际上会去分析这个状况 所以图形上画起来是像这样子 我们本来是在这个 这里是px是变便便宜 所以我们考虑的是px变便宜的状况 所以一开始我maximize在这个 x star y star这个点上面 就是我的 我是不是看错了 没事没事 对这一条是 这一条是本来的预算限制式 ok 我maximize在这个 这个点上面 那就对应到x star y star 后来呢 这个px下降 px变便宜代表 这个拮据会往外扩 因为这个拮据就是i除以px 对吧 这个拮据就是 所有的钱都花在x上面 你会买到多少个x 所以就是i除以px 那i除以px在x下降的时候就会上升 所以它就往这边动 那这里不会动 因为这是i除以py i跟py都没动 所以它就不会动 就是这样pivote出去 这样旋转出去 对吧 ok 那旋转出去之后呢 我就发现新的这个maximization的点 变到这个 这个红色的点 是这个x double star y double star 这是两个effects substitution effect跟这个income effect 同时候发生的 就是价格改变后 total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接下来我要拆解这两个效果 我想要把这个income 在这里先切句 你请px下降 代表我是变有钱了一点呢 还是穷了一点 有钱一点嘛 对不对 因为物价变低了嘛 简单来说 所以呢 我现在是变有钱一点 我希望把这个有钱的效果拿掉 那我就是要从你的income里面 拿走一点钱 去让这个 你变有钱这件事情消失 听得懂吗 听得懂 好 那我具体来说要拿掉多少呢 这事实上是一个 看你怎么定义 拿掉一样多这件事情 我希望拿掉的 概念上拿掉的东西是这样子 就是px下降 我现在变有钱了 我变有钱之后呢 我等于像是as if 我多了一笔收入 那我想把你这笔收入拿走 可是我不知道具体要拿多少 那这个什么叫做拿走 一样多 怎么定义这个量呢 是有至少两种方式可以定义的 我现在示范一种方式 我们之后有机会再讲另外一种 不是那么重要 就是两种差别 等一下会看到 等一下会看到 我想起来了 好 那这个我要拿走你多少呢 这里呢 我考虑就是 我拿走你的收入之后呢 让你的收入 让你的这个爽感 跟你本来我还没有把px变便宜的时候 的那个爽感是一样多的 那这是什么意思 就是 我把这个 这条线 等一下 OK 我把这条线 我往外推 就是让他变有钱嘛 对不对 那如果我往内推 是不是让他变穷 穷到什么程度 穷到刚好相切在 原来的这个 U1上面 切在一个不同的点 不是同个点 因为斜率不同了 然后这个无疑曲线各点的斜率都不同 所以他不太可能切在同个点上面 应该说在这里是不可能啦 OK 绝对不可能切在同个点上面 所以他切不同的点 可是 这个点跟这个点 因为他都在U1上面 这个 XB 然后YB 好了 XBYB 这个点呢 是跟这个 X star Y star 怎样 对这个人来说 效用是一样高的 这是By definition of the 无疑曲线 对吧 所以我等于是我拿走你部分的Income 让你从这个Income 平行移动到这个Income 我惩罚你的收入 让你感觉跟原来一样爽 就像是我把你的这个多的收入拿走了 这样就是把Income 那把Income 拿掉之后 Total的Effects 是从这个 X star 到这个 X double star 那现在中间有一个中继点是XB 就是X star先到XB 再到这个X double star 那这一段我们就叫它Substitution effect 这一段我们就叫做Income effect 所以这一段是Substitution effect 这一段是Income effect 为什么 因为我把 我到这个点 到这个点 我是把Income effect拿掉 所以剩下的就是Substitution effect OK 就像这里画的 这是Substitution effect 这是Income effect 这个图 我很难想像我 其中考的时候不考到 就是 你基本上一定要会画的东西 就是这一张的大重点就是这个东西 所以 你一定要知道我在讲什么 所以现在如果你有一点点不太确定 我建议你 马上提出来 我们可以讨论一下 好 上 上学期 我这张可能上太快了一点 就是 我大概只花了三堂四堂课讲完 然后感觉后来 其中考考了一题 我们等一下 我们下礼拜可能会看到的题目 然后基本上全班大概只有三个人写对 还是两个人写对 所以还蛮惨的 所以我希望 让大家确定知道自己在自己在画什么 然后这个一定要自己动手做过 你不动手实际操作 你不知道困难在哪里 你不知道就是 就是tricky的地方在哪里 然后我刚刚示范的是 你变穷的状况 变有钱的状况 你可以试试看你变穷的状况 要怎么推倒 这样可以吗 给大家一分钟时间思考一下 看一下这张图 然后 有问题我们讨论一下 鲁度 那么 对 眼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這邊覺得有疑問是正常的 你覺得好你全部都懂是不太正常的 所以如果你現在是不太好意思來問 等一下下課也可以來找我 那具體來說我們剛剛到底做什麼 當這個PX下降的時候 這個budget constraint會轉出去 轉出去之後呢 讓這個consumer他是可以買更多的X的 那這個substitution effect呢 永遠讓他買更多的X 當這個PX下降的時候 意思就是說永遠讓他買更少的X 當PX上升的時候 同一件事情 但是在這個example裡面呢 income effect was positive 就是說當這個real income增加的時候 他是買更多的東西 這件事情告訴我們X是一個 normal還是inferior good 哪一個 normal嘛 對吧 因為因抗上升他就更多 這裡 這裡的實際的判斷是 比較這個XB versus X double star X double star到這個XB 這個X是下降的 那同時I也是下降的 所以這兩個是同向的 所以這兩個是同向的 代表他是normal good income上升你就吃更多 income下降你就吃更少 就叫normal good ok ok 好 那 generally speaking呢 substitution effect在大多數的狀況 是一個比較重要的effect ok 那這是因為 我們通常 我們想像的是一個 在這個 在這個日常生活中 某一個東西 其他東西物價都不一樣 某一個東西物價上升 那這時候你會做什麼 通常這樣的狀況下 當一個東西物價上升 其他東西物價都不變的時候 除非那個東西對你來說 是生活必需品 不然你通常就是少吃一點 那個東西 少用一點那個東西 你就會把消費 轉移到其他東西上面去 那同時呢 因為你買很多很多很多 各種不同的東西 某一個特定東西 它的價格上升了 或是下降了 實際上對你的income的影響 是很小的 我剛舉那個iphone的case 是一個特例 它可能對你income影響蠻大 因為iphone一支很貴 可是如果你考慮 你們是學生嘛 那考慮一個可能 年收一百萬的人來說 那一支iphone的價格差一萬塊 對他來說 也是他income一個相對小的變動 所以income effect會相對小 substitution effect會相對大 ok 那現在先下課 然後我們下節課來講 這個perfect complement 跟perfect substitute 的狀況之下 要怎麼操作這個substitution effect 再來跟incount一半 謝謝 謝謝